中国历史上有一名妻女子许黄玉 竟然活到了157岁 但是她传奇的不仅仅是她的寿命 更为传奇的是她的经历 她本来只是为了躲避战乱逃亡到韩国 可是没想到她竟然成了韩国历史上 唯一一位中国籍的王后 中国籍的韩国王后 嘉耶国是三世纪末期由变韩部落发展起来 以金关嘉耶为中心的六个联盟 金首鹿王就是嘉耶国的首任国王 古嘉耶国的国土范围就是今天韩国的金韩式 嘉耶国金首鹿王的王妃许黄玉 根据朝鲜古籍的文献显示 这位王妃应该是印度阿语陀国的公主 但是她的陵墓上又称其为浦州太后 浦州是中国四川安岳的曾佑名 这位金首鹿王妃与我国的浦州又有什么关系 韩国著名教授金炳摩研究发现 金首鹿王妃的陵墓中双鱼文与四川安岳县的图案几乎是一模一样 安岳在东汉时期就曾叫做浦州 这也与许黄玉墓碑上的浦州太后相对应 经过学者的这一研究 几乎可以肯定这许黄玉就是我国四川安岳县人 那她好好的一个中国女子又怎么会生活在朝鲜 并且还自称是印度阿语陀国的公主 原来这许黄玉是从中国逃亡过来的 她自然是不敢和金首鹿王说自己是东汉最臣 富家女逃亡韩国 许黄玉虽说没有公主这么尊贵的身份 但是她的家庭也是十分的富裕 公元33年 许黄玉出生于四川浦州一户富商之家 她自幼就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没有受过什么苦难 许黄玉的父亲十分注重女儿的教育 在许黄玉小的时候就请了当地著名的儒士来教她知识 也许是上天注定许黄玉日后会成为她国的王后 在许黄玉很小的时候 她就对国外的事物很好奇 甚至还会外国的语言 许黄玉的童年时光过得十分的开心 一直到16岁那年她的生活发生了巨变 东汉早期四川那边十分的动荡不安 农民起义军此起彼伏 他们不服东汉的统治 都妄想取而代之 但是东汉的光武帝刘秀 并不是一个等闲之辈 这些所谓的农民起义很快就被镇压 可怜的许黄玉因为家族中有人参与这次谋反 他们全家都被牵连发配至湖北 年幼的许黄玉也许并不知道 这意味她再也不能回到自己的家乡 但也由不得她自己去选择 她只能跟着父兄一起被抓起来 等待着官府最后的审判 他们整个家族和当地很多谋反的人一起走水路 押送至湖北 由于押送的官兵人数不多 许黄玉家族的人就一起杀死了那些官兵 夺走船只 但是他们也不敢停船上岸 毕竟他们现在是有罪之人 他们就这样在船上漂泊了几个月 船只也进入了黄河流域 许氏家族的人已经出了东汉国境内 又看见岛屿上有人生活 开心得不得了 这是他们漂泊了两个月第一次见到非东汉的人 他们马上停下了船只 登陆上岸 原来这个岛屿就是嘉耶国 也就是今天的韩国金海市 许氏家族本来以为岛上的居民会十分排斥他们 所以他们从船上下来还带了很多防身的武器 但是嘉耶国的国民都十分的友好 善良 对这群陌生人也是十分的客气 自古以来 大部分的人都是会以貌取人 嘉耶国的国民也是不例外 许黄玉本来就是富家小姐 不仅有才情 容貌更是堪称一绝 凡是见过许黄玉的人都被他那美丽的外貌所吸引 一传十 十传百 关于许黄玉美貌的传言传到了嘉耶国国王金首鹿的耳中 他一听还有这样貌美的女子 自海上而来 那不就是仙女下凡吗 他作为嘉耶国的王 自然是只有自己才有资格拥有这样的角色美女 而许氏一族 在这个地方无依无靠 如果有国王作为靠山 那对于他们来说肯定是求之不得 没多久 金首鹿就招许黄玉进宫念胜 这一见面 金首鹿就被许黄玉深深地吸引了 果然和传说中的一样美若天仙 许黄玉也对这个国王颇有好感 很多他就被金首鹿立为王妃 但是这个时候又有另外一个问题 两个人已经到了结婚的地步 总归会问对方的家庭情况 这时候许黄玉为了能够顺利坐上王妃 就和金首鹿说自己是印度阿谀陀国的公主 许黄玉之所以撒谎也是害怕自己东汉最臣的身份 会让金首鹿放弃娶她 东汉在当时是非常有地位的 周围的这些小国都很畏惧这个天朝大国 平时根本不敢招惹东汉 更不要说收留东汉最臣 传播汉文化 金首鹿和许黄玉婚后非常恩爱 两人先后生下了十个儿子 金首鹿为了许黄玉的家族在嘉耶国能够一直尊贵下去 就让他们的两个孩子随母亲姓许 其他八个孩子跟随父亲姓金 许黄玉的家族也成了在嘉耶国内第二尊贵的家族 这也就有了后来的金 许两个姓氏不能通婚的规定 由此可见 金首鹿是十分的宠爱这位异族王后 虽然许黄玉在成亲的时候自称是印度阿谀陀国的公主 但是她却一直在传播汉族的文化 她教嘉耶国人农耕、养殖、水利、冶炼以及编织等先进的技术 还把东汉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也一并带到嘉耶国 嘉耶国本来只是一个落后的小国 但是在许黄玉的带领下 日渐繁荣强大 许黄玉在嘉耶国生活得十分幸福 从她活到157岁就可以看出 若是她生活得不如意 怎么可能如此高手 虽然在他们成亲的时候 许黄玉欺骗了金首鹿说自己是印度的公主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许黄玉也就不再欺骗自己的丈夫 和她坦白了自己的身份 得知妻子真是身份的金首鹿 并没有因此而害怕 她还是选择爱护许黄玉 但对外还是继续宣称许黄玉是印度公主 这样也可以免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在许黄玉去世之后 她的后世子孙在她的墓碑上写普州太后 这足以看出来 他们都是知道许黄玉是东汉人 许黄玉的一生实在是太传奇了 逃亡之路上竟然也能坐上他国的王后 还能够安详晚年 活到157岁 许黄玉等巴蜀人为了隐瞒自己的乱民的身份 曾经谎称自己是印度来的贵族 但是189年3月25日 许黄玉临终前将一切真相告知世人 称自己来自于巴蜀坟地许家坝 因为她的家乡在南北朝时期被改称为普州 所以后世人遵视她为普州太后 如今去到韩国金海鬼指封 还能见到许黄玉的墓碑上雕刻着的汉字和韩文 韩国典籍中记载的她活到了157的高龄 虽然有点难以置信 也已经无从考证 但不管许黄玉活了多久 她对韩国的影响是无比深远的